这个春节呢 现在已经快到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心情特别激动啊 每天都无心工作 就想早点回家接受孕孕的拷问 今年脱单了吗 工资涨了吗 今年生了三个孙子 明年还打算要个二胎吗 你的名字是圆满了 可是一只老鼠的鼠声 却受到了鬼面性的打击 怎么了 在我们对这只老鼠 是以同情的嘲笑之前 这样咱们先来看看 下面啊 这个春节前夕的血案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近日呢 有网友报道说呢 在修理汽车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 甚至还有点恶心的事实 这老鼠呢 居然在汽车里藏粮食 而且是整整一车 这个密集恐惧中 换你这个表示不想看 不过这个老鼠呢 也挺厉害的 居然能将花生 装满整整一车 难道这个老鼠 也要三块洗洗过大年了 不过呢 这件事呢 还没结束 在网友晒图之后 其他网友的评论也亮了 怎么说 有人同情老鼠啊 辛辛苦苦 大半年 结果啊 就是啊 你这还要不让老鼠过年了 毕竟老鼠也是有尊严的嘛 还有老鼠出了负主意啊 什么呢 其实不建议了 可以接着吃的 好 老鼠都是挑最好的花生 请上的嘛 这位少年 我看你口味独自啊 所以这个花生 我觉得留给他自己吃 比较好吧 当然还有网友调侃说 老鼠回来一看 花生没了 投资失败 一定是融资平台不对 这情果有风险 就是需谨慎嘛 总之啊 这只老鼠的年 肯定是不好过了 看到这里 只好借用电影 死亡神社里的那句台词 送给这只悲剧的老鼠 活在当下 及时醒悦